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海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们去不到现场 你帮我们来主导当家导演拍摄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那个 大家好 今天那个我是大导演的小帮手 好吧 然后我去看一下我的队友在干嘛 走吧 兄弟们 兄弟们 这都干嘛呢 走来过去打稿了 好好好 走走走 小朋友们 快出来 我想你们了 来干什么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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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海你现在是一个小主持 然后从这些纸条当中抽问题 OK OK 明白 来 小王抽一个 好 大声的念出来 小王 这次夺冠有人哭了吗 这次夺冠有人哭了吗 没有 这次夺冠没有 这次夺冠没有 别说瞎话 罗斯远 揍你 揍你 K哥说罗斯远不要说瞎话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哭了 我这是那个美瞳 嘴汪汪的大眼睛 K哥哭了 没哭 我只是烈眼猛偶 烈眼猛偶 稍微有这么一点点情绪 为什么烈眼猛偶 很激动啊 独怪了 像他们五个没有表情的杀手 五个AI 下一个几条吧 来 小王 给你 昨天的场景 献花什么的 很像一个求婚现场 当事人什么在做 莫德 莫德 2022年KPL春季赛 总决赛MAP的 就是 坦然 现场也为他献花 Romanic的感觉 我也要抽 给我抽一个 给你抽一个 那给你抽一个 这是问K的 让SK问大家一个 在总决赛前 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那我问问坦然吧 每天有没有认真训练过 有认真训练 啊 那怎么感觉训练 跟打总决赛的感觉不一样呢 有认真训练 有认真训练 但认真程度是多少 有没有达到90% 180% 你不想到最想到自信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你说的话呢 哈哈哈 你感觉冠军重要还是兄弟比较重要 兄弟比较重要 因为我说了 我这一辈子说实话 不可能就是只有电竞生涯这一段时间 电竞生涯可能就这七八年吧 但是一辈子你总得活个 对吧 七八十岁 你老了之后你叫兄弟们出来 吃个烤串回顾一下以前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阶段性的目标 肯定就是要一直拿冠军 但是我觉得在人生这条路上的话 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就是结交的好朋友 然后认识的一些老师长 这些东西更重要 他就是成熟了一点 因为他感觉人生阶段 每个时间段的重要性不同 小黄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在黑游一直拿FMVP 但是来了一时大 你的FMVP都被你抢走了 你心里面会有一些很难受的 一些情绪和失落的感觉 我觉得能赢就行吧 团队的胜利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做来的荣誉这方面的话 没有团队的荣誉更重要 可以啊 高度上去了啊 小黄 这是这些话吗 你刚才说的 是这些话 我觉得兄弟拿FMVP 我觉得比我的FMVP我还要台阶 哈哈哈 好 哦 子牙 你说我问哪个方便好呢 当队伍在 在优势的时候 被人翻盘了 然后你会感觉到 很自责吗 然后会慢慢的感觉 自己做什么都错的吗 呃 如果一把被翻盘 我觉得是偶然的是 如果经常有这样翻盘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 呃 角色问题吧 我会自责 我觉得我自信应该是之前那个 顾手顾脚会导致不出信 只能到后面的一些角色会 会有影响吧 就是翻盘的话 位头位脚跟这个角色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但是你会慢慢的话 翻盘之后你感觉很自责 没有领大家去赢是吧 呃 是 怎样他比较自然 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东西 医生你准备一下 我问你哪个痛点 你说吧 哪个痛点 我痛点太多了 随便问 这个我想问你 就是队伍在 第三阶段 那个时候一直在走 走进地迷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爆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当时那一番想法就是 嗯怎么说呢 感觉在逃避什么吧 我感觉当时自己 已经感觉到自己有问题了 然后当时不愿意去面对的那种感觉 这就不太好 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 有点逃避现实吧 嗯 因为内心太就非常渴望 就是保持自己的水平去往后面去打 但是感觉好像自己又不太行的感觉 然后就很焦虑 然后就很内心很脆弱那种感觉 嗯 听到了吧 你们四个感觉到羞愧吗 我不在旁边说 他都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但是再往下想 可能就轻轻了 刚刚我也有跟大家说 准备一个问题去问 问SK 反正就从那个紫阳开始吧 紫阳就先来啊 不是我先来 导演要求你先来 那从一针吧 一针感觉心里话最多 你提问吧 突然让我问我有点懵懵的 不好意思开口是不是 嘿嘿 我就问一下 就是长官赛有没有对我很失望 另外K的话一直来说 一直也来都挺信任我的 对然后我感觉这个赛也打得太差了 我对你失望最大的就是 看不清一点的话 就是属于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中间找回来 就是你可能太过程去看用别人的看法了 就包括一帮路人的看法 和我对你的要求 这样的话把你压死了 因为赛季术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在遭受一个 是那种的怪 非常怪的舆论方式 我们只要大凡出现一点点失误 就不是那种十分钟点压 或者是设计准局很顺的情况下 我们的队员就会遭到一些别人的痛处 说多了自然而言 选手就慢慢就不自信了 我是感觉他们不应该承受这个压力 所以有段时间我那个时候做出一个选择 就是属于跟外界去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属于我的队员我可以我来管 就不需要其他人去杀手 我不需要我的队员每天去打比赛 赢了比赛也需要别人所有人来痛斥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一直都是用人不移 一人不用嘛 所以的话那个时候 一直想要把你自己的状态找回来 一直在安慰你说 我相信你或者是无所谓怎么样 就是尽管他已经拿了很多冠军了 然后外界就是不认可 对 也是因为一直有一些那些评选 就是搞得很不好这个样子 对 这个有吧 但是我感觉这不算心结 你再不太意那些MVB评选啥的 还有一些荣誉 不能荣誉那个问题 我在乎 这肯定在乎 那就有心结 因为我其实我感觉 言论这东西对我 是有压力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的崩溃更多的是来自于 我没打好 对 对我教练的愧疚吧 其实 我这个人就喜欢 就在意是我在意的人对我的看法 这段时间我对你的交流是最多的 而且我每天都在鼓励你 他们也能感觉到 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经历对我太重要了 对我特别有帮助 就是我感觉遇到瓶颈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吧 来吧 行吗 当初买我 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一笔失败的交易 然后 我们现在大家都成长了没有 就是我不管买谁吧 包括我带谁的话都是一样 我就对他是有任何的 但是没有想过会有失败吧 我感觉 如果是感觉就是买过来会失败的话 应该是 我感觉更多的不是你们的问题 应该是教练的问题 在这一年半里 我能观察到你们 其实每个人都有成长吧 因为你们都是冠军选手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棱角吧 但是你们会为了队友和队友之间的一些 就是属于很难受的地方吧 然后你们会选择让步 这个就是你们的成长 还包括这段时间我离开你们 然后你们每个人怎么去振作 团结在一起 这也是你们的成长 这我是可以看在眼里的 来 坦然要话要说 来 让我请问 OK哥 我来了 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是 那不忘吗 教练 这个不用想 我肯定是相信我自己 你看坦然她逼了半天 他问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说明他什么吗 他吃的瓜比较多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讲我想问K 是不是很在乎外界 对你的一些BP上面的言论 因为其实外界 就其实一直都对你的 赛逊这方面是非常认可的 就是你会不会特别在乎 他们对你的评价 然后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特别想 证明自己不管是从什么采访 这些就是去说自己的BP 然后是为什么 没了 就这些吗 我肯定不是无缘无故问这个问题的 他为什么做教练呢 首先第一点是为了证明自己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 我人活就是为真一口气 所以就属于 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得不到别人认可 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对吧 其实我最在乎记忆游戏那场总游赛实力 应该就是BA那一次 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比较打击是比较大的 然后从那一次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弱点子 就是属于就可能你们选手也是有的 然后但是的话就是属于 人不能寥寥无声地活一辈子吧 所以的话就是属于 还要选择自己做开心的事情 说了之后我也能理解吧 就是K为什么有 然后我就跟解释 因为其实刚刚有说的一点我是特别明白的 就是假如说你一场BP没做好的话 可能外界的人全是骂教练的 但是如果你BP做好了 可能最后就是夸的也是选手 我这个人就是在乎这一方面 因为我对我的选手也是这么说的 说如果谁来骂他告诉我 我直接去喷他 我们之间互相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K也是那种比较刚的人 就是他肯定不会这支部也受委屈 是 我几乎不受委屈 花海还有问题吗 我都明白了 我心里的答案也找到了 紫阳在思考 紫阳有话说 到我了吗 你先说你刚刚在思考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阵容上 你知道阵容稍微裂一点 我感觉你就对我们不够自信 这方面我要问有没有 我绝对是百分百相信你的 为什么战线过后想了很久 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每一滴每一点都做好一点 这样的话让你们更有自信和信心去打这个比赛 我发现确实话问的问题是最犀利的 还是比较了解我心里的想法的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结吧 紫阳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 大概是刚跟你们组队的时候 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九折说他飘了 这个小黄笑了小黄知道 怎样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对与错吧 其实我对你的了解的话 我是感觉你过多的可能 一直在监视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这个人是个奠定直男 感觉对的事情他会监视到底 是吧 除非他有一天他真的撞南墙了 他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 出的老惨了 然后他可能感觉我这样做不太行 为什么我说你最多呢 就是怕你做出一个选择 你会跟我一样 就在总局赛最后悔 我后边已经掌握到 怎么去跟你正确的交流了 就是你已经变成特别走的时候 不需要交流 直接骂就完事了 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我感觉我现在应该是找到了 这应该算是答案了 我们这家有什么想互问的问题吗 我如果要问的话 我会问刘宇豪 这不太难受 怎么说呢 就 也会难受 难受的时候 但我觉得难受的这个点 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没有我想表达其实就是 有些时候我会因为自己的情绪 就是 然后去 表达自己的难受 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有时候可能就是 对我的辅助发泄一下自己的消息 已经上头了 那好吧 他俩是冷战 打难受的我就会 吓紫阳 然后紫阳的话 被我骗太难受了 你知道吗 就这样子 不是他俩 他俩不是过多都不是什么 就是互相伤害 过多是说一句话 不能听他也不说话了 然后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介入了 我就伤害他俩 伤害他俩 是哪一次啊 什么时候 一张死多了 他会嘟呢 就比如说他下落 第一次被月塔了 然后他死了 第二次别人又来了 他说我又死了 他说你辅助怎么又来了 然后紫阳一听 那好像一直在说我 然后紫阳一听 然后紫阳五脑就来下边 他一来下边我一看他 他不走节奏 我就看节奏我就开始骂他 我说你怎么不走节奏 然后那个 那个 他可能下一次就是想去保这个 刘天豪嘛 然后 然后这样他就 他这样慢慢的就有点精神市场了 一会 小学校一会儿就先走一个 你知道吧 然后一会我就结果又骂他这个 哈哈哈哈 还好还好 这个冠军跟别的有什么不同 这个冠军让我其实 让我获得了很多吧 我感觉就 心态上的变化 还有那个 自信啊 然后 哦 对团队的肯定和对自己的肯定 嗯 我感觉我有成熟的意义 比较 我是说冠军就是我们这一阶段的成功啊 结果吧 嗯 发汉呢 好的话 可能就是 嗯 这个赛季经历着低谷跟挫折比较多吧 毕竟前两个冠冠军的话 就是一帆风顺的感觉吧 就是比较顺利吧 然后这个赛季一开始 当时不是有个十五连胜吗 就是K当时带了毕业的十六连胜 我们当时不是十五连胜吗 然后那一场断了之后 可能多多少我心里会有那么一点小遗憾吧 就还是挺想就是破一个记录的 连胜不一定夺冠 但是磕磕磕磕磕会找出自己的问题 其实我感觉这样夺冠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证明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意志力 就是像一个剧情反转一样是吧 大家都不看好我们突然间想我们又回来了 是吧 这样的肯定是最过瘾的 就是我觉得在电竞的赛季上面 没有一个真正的重点吧 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往前去冲 往前去追逐 就是觉得 还有更长的路吧 然后的话还得走得更远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想跟联盟的很多其他的选手说的 我的想法就是 以冠军为目的为首吧 我希望联盟的所有选手的话 其实大家都保持一个坚定的决心吧 还有所有的职业态度吧 就是属于都是以贞贯为目标吧 不要想其他的 我觉得职业选手 个人很重要 但团队也重要吧 然后团队里面必须有敢说的人 叫自己放屏心态吧 不管是如果几次 还是有勇敢去操作 去跟团队沟通自己的问题吗 把心态放屏就好了 把心态放屏就好了 我想说的话 就其实很多队伍的话都是 一个新老的一个组合嘛 如果是老选手的话 想说的就是 把自己放低一点吧 就是多去注意一下 就对里面新冤手的一些状态的变化吧 然后想对新冤手说的话就是 勇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吧 把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去说出来 不要因为可能就是我刚打职业 你打很久的这种原因 而不敢去表露这些想法吧 最后就是要达到真正的无条件的信任吧 我觉得互相之间 我要说的话就是 就是保持自信吧 我觉得自信是最重要的 那些迷茫中的职业选手 能说就是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然后去好好努力 就算一时有挫折 只要你坚持到最后 你会有收获的 对 靠自己内心的那股热爱 勇往直前 这一次聊天之后 你们有觉得自己稍微更了解对方了吗 近在掌握 其实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KPR最牛逼的团队吗 肯定是 我觉得是 那肯定是 毫无疑问 那不是肯定是吗 那我们是KPR所有位置最No.1的位置吗 我的名价是主角 毫无疑问 其实这个是我心中最想跟你们说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们坚持自己是最牛逼棒的 你们就是最棒 最近几点 我觉得 兄弟们实力摆在这 第六的冠军 我相信兄弟们 他男人 还不错 他在冠军 我相信 这次余子 他在冠军 他在冠军 他的冠军 冠军 他在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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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在冠军 他在冠军 五七五 structures 永恒荣耀拂灭星辰 一列番 三抓散 金城 choices 白虽然 感谢观看